主料,和虾100克,韭菜80克,辅量,由10毫升,年5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把小和虾用清水浸泡10分钟,然后清洗即便,韭菜起径,切断备用,捞出和虾,控干水分备用,炒不放比平时炒菜多一些的油,倒控干水的和虾,炒至和虾全部变红,倒入切好的韭菜, 大火半分钟,放盐,关火,做好的韭菜和虾,非常鲜美,很下饭呢,烹饭技巧,个人觉得韭菜比和虾多些更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